蒋介石的王牌特工 密电破译 奇才迟不周 作者 吴玥 第十二章 昔日英雄变囚徒 上海誓四 二七大逮捕 石不周 锒铛入狱 他自认抗战期间有功 解放以后无罪 与审判员据理力争 但是当时行而上学猖獗 真理被歪曲 功臣被审判 法律制度不健全 没有辩护律师 一切都从想当然出发 不认罪就不释放 不给吃饱 不许洗澡 不许写信 不许与亲人见面 不是刑罚 胜似刑罚 一条铁蒸蒸的汉子 一个有功无罪的英雄 竟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一 粉末登场 经理演戏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农历三月念二日丁友 是池布周终生难忘的日子 古雨刚刚过去一个星期 江南的气候已经相当温暖 姑娘们的花裙子早就招摇过世了 这一天虽然是星期五 全上海的职工们并不迷信 都像往日一样照常去上班 池布周当然也不例外 由于五一节即将来临 储蓄部的职工 凡是手头事情不多的 都去协助工会宣交干事布置环境 做庆祝五一节的准备 池布周已经好几天没有什么任务了 就到工会办公室去捡捡贴贴 从上午一直忙到下午四点 方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就在这个时候 张经理走了进来 笑嘻嘻地说 老池下了班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有个小会 大家谈谈 池布周满口答应 以前每次开反动党团分子登记会 都是在登记处召开 这次的会既然在经理办公室开 当然是业务上的会议无遗 下班领响 同事们互道再见 陆续走了 池布周 请出在福禄街的同事 给家里带一句话 有个小会 要晚点回家 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 气候宜人 从窗口下望外摊马路上 行人袭来攘往 好一派生平景象 周围的气氛 看不出有任何异样 过了一会儿 池布周就往四楼经理办公室走去 张经理看见 起身招呼让座 十分亲切 说是开会的人还没来 再等等 过了十几分钟 保卫科长来了 因为都是熟人 池布周也不怀疑有什么变故 保卫科长一到 就打电话 催开会的人快来 对方回答 手头有些事情放不下 还要过一会儿才能到 张经理就说 看样子要耽误吃饭了 不如先叫几碗面来吃了再说 那时候 上海街头每到上下班时间 到处都是普罗石摊 中西餐具备 什么肉丝面 鸡汤面 牛肉面 应有尽有 于是 保卫科长就下楼去叫来了三碗面 大家一边吃着 一边聊着 池布周怕家里人等他吃饭 给福禄街宿舍打来的电话 电话并不是装在他家里 就没让白须兵来接 只请街放船 一句话就算了 张经理往常说话不多 这天却一反常态 谈风特见 说完了山南说海北 把许多沉芝麻烂骨子都翻了出来 三个人吃完了面 开会的人还不来 张经理频频让保卫科长打电话催 每次回答都是快了 请再等等 如果换了别人 根据现场情况 谁都会猜出今天的会议 绝非一般 碰上这个池布周 本来就是书呆子一个 既不会察言观色 更不懂动问请教 傻呵呵的人家说什么 他听什么 张经理急得火焦火燎 坐立不安 他还劝人家 不要着急 多等一会儿不要紧的 池布周这人一声简朴 不但不抽烟 连茶也不喝 经理和保卫科长一根接一根的抽烟 他却只喝白开水 三个人有一搭没一搭的瞎聊 一等等到九点来中 开会的人终于来了 而且来得非常突然 经理式的门猛的被撞开 闪进来两个三十多岁的标型大汉 穿一身黑布便服 目光灼灼 气势汹汹 进门以后 就大踏步并排向池布周冲来 只问了一声 你就是池布周吗 既不出示逮捕证 也不出示身份证 更不由分说辩解 池布周刚答应一个是 字 其中一个就拿出手铐 另一人则扑了过来 用力地把他的双手拧向背后 同时喊了一声 你被捕了 与此同时 喀喀两声 铐上了手铐 所有这一切 从他们进门到铐上铐子 一共不过半分钟时间 行动之敏捷 堪称神速 可正训练有速 池布周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 搞得晕头转向 还没反应过来 是怎么回事情 只听到那两人对张经理说 我们还有任务 你们好好地看住他 说着就转身匆匆地走了 从他们进门到离开 总共不过一两分钟 如果以这个速度计算 在这以前和以后 这一晚上 他们两个足足能够逮捕上百号人的 两个便衣走了以后 池布周心慌意乱 声音发颤地质问张经理 这是怎么回事 我犯什么罪了 要逮捕我 张经理过去 把房门关上 就在靠门的一张沙发上坐下 把住了出路 脸色却红一阵 轻一阵 尴尬极了 但他还是强装笑脸 好言劝慰说 老池 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你放心好了 你有才学 这我们都知道的 领导的目的 不过是 要你提高一下认识 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你放心去学习吧 过一段时间 会让你回来工作的 那时候 还要让你担任更加重要的工作 咱们又能在一起了 保卫科长 已经在靠窗的一张椅子上坐下 守住了窗口 也同声附和地说 你不用担心 不过是学习学习 很快就会回来的 接着 两人一唱一和 又说了许多宽慰的话 迟不周将信将疑 听听他们的话 说得到真动听 而且态度和蔼 始终是笑嘻嘻的 看看眼前的事 据他们说的 大相径庭 天下哪有反靠着双手 送人去学习的 这不分明是骗人的谎言吗 这时候 说什么宽慰的话都没有用了 关键是且看下回分解 但是那两个标形大汉匆匆离去以后 就再也不回头 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迟不周要求给家里打个电话 经理又不答应 说是到底上哪儿去 他也不知道 要等这事搞清楚了以后 明天由他去通知 迟不周 只好颓然的在沙发上坐着 从九点等到半夜十二点整 刚才吃的一碗汤面 和喝的白开水 经过血液循环 进入了膀胱 憋得迟不周脸都红了 手也瑟瑟发抖 万不得已 只好要求上厕所 保卫科长犹豫再三 还是不敢放他一个人到盥洗室去 连随后保卫也不敢 宁可屈尊把墙脚的一个弹鱼端来 要他就在办公室里消减 但是背靠着双手 怎么解扣子呢 事情既然到了不能自理的地步 也真难为了这位保卫科长 只好完全彻底的代理了 幸亏他只是要求小便 如果要求大便 保卫科长不仅要解裤袋 只怕还要给人家擦屁股里 其实 逮捕像池布周这样的文弱书生 不比逮捕江阳大盗 完全没有必要上背靠 甚至连正靠都不必 只要化地为牢 他就会乖乖地坐等其解的 十二点钟以后 窗户外面不时响起警车的呼啸声 到了这时候 池布周方才明白过来 今夜的逮捕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而是许多人 也许还是一大批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警车一辆辆的呼啸而过 间隔很短 可见今夜所逮捕的人 数目一定不小 经理和保卫科长职责有关 不敢离开雷池一步 好听的话说的太多了 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 何况面前这个囚犯 根本就没有反抗和逃跑的迹象 似乎也用不着在他身上 花费太多的精力 于是 两人的嘴全都紧闭起来 只是睁大了四只眼睛 瞪着池布周 以防他突然站起来 夺门而逃 或从窗户跳下楼去 自寻短见 凌晨三点钟光景 池布周十分不好意思地 又要求小编了一次 这时候 天色渐渐开始泛白 门上忽然响起了包拙声 经理开门一看 门外站着两名解放军 和一名便衣 但不是早先来过的 那两人中的一个 他跟保卫科长打了个招呼 急示意 那两名解放军 把池布周押走 经过一夜的疲劳战 张经理总算平安地完成了任务 眼看即将撤出战斗 他不无解脱 轻松地向池布周招招手 老池 你安心地去吧 再见 池布周在带枪的卫士 前后护卫之下 步履蹒跚地走出了银行大楼 街上路灯昏黄 沿路都有解放军站岗 看样子是戒严令还没有解除 一行人来到南京东路外滩 只见这里有一大批鹤枪实弹的解放军 包围着好几百名 全都反靠着双手的背部者 大家都神色黯然 或低头沉默 或面面相去 谁也没有说话 池布周被推进了人群 押解的变烟和解放军就走开了 他四面看看 弄不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只得也和众人一样 默默无语地站着 心里在琢磨 下一步将会如何 这时候 恰好有一个便衣而迎面走来 他没头没脑地冲人家一点头 问了声 同志 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啊 那人眼睛一瞪 声色俱厉地回答 谁跟你是同志 那年月 留用人员之间 互相以先生称呼 对有职务的干部 以经理 科长称之 对于不认识的人 除年老者外 一律以 同志称之 解放近两年来 在社会上 早就已经习惯了 就这一生当头棒喝 迟不周终于明白过来 自己已经不再是人民的一份子 而是阶下之囚了 天色蒙蒙亮 开来十几辆公共汽车 上海是个公安分局的警车数量不多 平时抓人 还能应付 像这样的权势大逮捕 根本不够用 所以 临时租的公共汽车 用来转运 已经抓到的犯人 在持枪解放军 和便衣的呼和推荡下 一一被塞进车厢 车少人多 不但一律不许坐下 全部站着 都已经肩碰肩 脚碰脚了 还要往里塞 一直塞到再也塞不进去为止 每辆汽车 都像一个装满了 杀丁鱼的罐头 由于每人都被被靠着双手 无法攀伏 因此 每逢汽车突然刹车 人们就会东倒西歪 哇哇直叫 好在车内本来就塞得满满的 人们不够互相挤压一下 倒是不会摔倒的 全世界炎 时间也还早 路上绝无行人 所以车子开得很快 没过多久 就到达终点 一处有高墙围绕的楼群 所有汽车都直接从大门开进去 在广场上停下 然后大门光当关上 上栓枷锁 接着车门一辆辆打开 命令杀丁鱼们自己走下车来 押解的解放军和被押解的犯人们 全都松了一口气 一方是平安完成了任务 没出什么问题 一方是可以活动活动身子 不再当杀丁鱼了 最令被捕者感激涕零的 是上来一批便衣 把所有被捕者的靠子一一打开 石部舟从昨夜九点钟上了背靠 到现在 足有六七个小时了 两臂酸痛麻木的几乎失去了知觉 打开与不打开 也差不多了 石部舟还在幻想 这里大概是什么集训的地方吧 张经理不是说 好好学习 不久还要回去工作吗 一个干部模样的独臂人 剑步走到众囚犯面前 开始训话 你们这些反革命分子 终究逃不脱人民民主专政的铁拳 最后还是被送到监狱里来了 你们都是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 出入只有一条 端正态度 交代罪行 坦白从宽 抗拒从年 旁边有两个人小声嘀咕 这回完了 送进提兰桥监狱里来了 进提兰桥监狱 算是咱们有福气 祖上多少寄过一点得的 要是把你送进分局居留所去 不说别的折磨 但是那每天一吸一干两顿 甜不饱肚子的饭 就能把你饿死了 一切都明白了 原来这里就是监狱 迟不周突然想到 啊 五年前内疆的那个看相先生 说我四十四岁有大难 原来是牢狱之灾啊 既然这是我命中注定的一关 我又不肯听同他的劝告在家乡安心务农 至有此劫 如今是自作自受 只能寄来之则安之 一切听天由命了 二 自作自受 狼当入狱 提兰桥监狱 正名叫做上海市监狱 当地人称之为西牢 因为建在杨树浦提兰桥街 所以习惯上都称之为提兰桥监狱 这个监狱 本是上海租界时代大英帝国 对中国人民的恩赐 也是西方文明在东方古国的具体体现 根据所谓的领事裁判权 租界内的中国百姓 该由因帝国主义者逮捕 审判 关押 中国方面无权过问 因此 这座监狱 也是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标志 当时的上海 是东南亚最大的都市 提兰桥监狱 则是东南亚最大的监狱 大墙里面 一共设有八座男牢 一座女牢 一座专门关押洋人的真正的西牢 一座监狱医院 每座楼房 能关一千人左右 十座楼房 加上一座医院 一共能关押一万多犯人 对于上海这个犯罪率极高的冒险家的乐园来说 设立这样巨大的监狱 是十分必要的 正因为他的吞吐量大 从租界时代到解放以前 这里还从来没有满园过 在晨光下 依稀能看见 一座座的楼房上 有许多带铁条的门窗 这就是牢房 独臂监狱长训完了话 被捕的犯人 分几拨由全副武装的民警压介着 送进监房 迟不周被押解着 进了二号楼 又爬了近一百级楼梯 到了第四层的中厅 已经气喘吁吁 这里有一个年轻的值班看守 坐在一张桌子面前 监视着左右通道里的动静 武装民警把名单和犯人一起点交给他 他逐一在名单上编了号码 拿要是先开开通道的铁门 把犯人们都轰了进去 然后依次打开一闪闪牢房门 把犯人们按编号一个个塞进监房里 天色虽然已经亮了 但还没有到起床的时间 原来呼呼大睡的犯人被开启铁门声吵醒 有的嘟囔了几句 翻个身接着再睡 有的就用粗话骂娘 遇见骂得十分难听的 看守就大声训斥 然后吩咐肩房里的号头安排铺位 让心癌的犯人睡下 十步周被关的肩房 近身大约有二米五 宽约二米 属于一步楼式结构 一进门 有一块近身约半米的水泥地面 左边靠墙放着一个马桶 剩下的全部面积 是半尺高 两米见方的木板 筒铺 大小跟一张老师的双人床差不多 按照原设计 一间牢房只关一个人 最多不过关两人 现在铺上 已经有四个人头朝铁门睡着 看守叫醒了号头 让他给2444号 也就是池布州安排铺位 铁门就在身后光郎一声关上了 这里的犯人编号 第一位数是牢房编号 后三位数才是犯人的编号 池布州的编号是2444 表示二号间 第444号犯人 第二号间 关的大都是政治犯或重刑犯 流氓小偷之类 大都关在七八号间 池布州乍一听见这个号码 心里一记愣 我今年44岁 怎么我的号码也是44 难道四与死同因 真的不吉利吗 号头是预方指定的小组长 也叫学习号 一般都是近来时间较长 认罪态度较好 肯于靠拢政府 帮助政府做工作的犯人 按照惯例 他睡的是右边靠墙的铺位 而睡左面靠墙铺位的犯人 脑袋正好冲着马桶 睡觉头朝外 是监独里的规矩之一 大概是便于御警察监吧 号头吆喝了几声 让其余几个犯人往右靠靠 对装睡部里的犯人 还动手拨拉推嗓 在嘟囔叫骂声中 终于在左面墙角 腾出一尺来宽的地位来 号头让池布州何以躺下 还多少野云给他一脚薄被 没再说任何话 就各睡各的了 最后一个进来的犯人 睡最后一个铺位 脑袋冲着马桶 是监狱里不成文的规矩 迟不周突然从上称 宽敞舒适的家庭中 被投入这样拥挤狭窄的肩房 闻着马桶的尿骚味 犯人的汗腥味 屁臭气和口臭气 听着同肩房 甚至隔壁肩房犯人 发出的呼呼 憨声 想想自己出于一片爱国热忱 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如今却被当作反革命分子看待 再想想 妻子儿女们 现在一定在撕心裂肺的呼喊哭叫 哪里还有一丝睡意 眼睁睁地看着鸽子龙身的肩房 和通道上射进来的昏黄电灯 心潮起伏 思绪万千 根本无法合眼 好在过不了半个小时 起床的哨声就响了 好头督促大家起床 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 最后全都靠墙盘腿坐下 等待看守来开门带出去洗脸 刷牙 到马桶 迟不周刚刚被捕 家里还没送来洗漱用具 只好暂时将就 在牢房里的习惯说法 就叫客服客服 人一进了这个门 不管你有罪没罪 是上等人还是下等人 就一律在前面加上一个贩字 而贩字 是带反犬 旁的 至少有一半 已经不是人了 还能讲究什么 监狱里每天开两顿饭 上午九点开一顿 下午四点开一顿 按规定 味觉饭每人每顿一饭盒饭 分量大约是三两 由大火房的行事饭吹事员 按人头份 送到各监房门口 各自取食 菜当然是素的 就交在饭上面 监规规定 每顿饭 饭菜都必须吃完 不许剩下 更不许浪费 要是发现谁遭太粮食 下一顿饭 就要停止供应了 九点过后 早饭送到 饭人们等急了 似的 慌忙抢到手里 有滋有味的吃着 像是美味真羞 后头把剩下的一个饭盒 放到了池布周面前 糙米饭上面 浇着一勺雪里红豆腐 这时候 池布周心中 好像烧着了一团火 一点食欲也没有 连看都懒得看 好头说 凡是心癌的犯人 开头一两天都是这样 别说是糙米求粮了 就是鸡鸭鱼肉 也难以下咽的 三天一过 这样的糙米求粮 就会变成山珍海味 他问明了 池布周确实不想吃以后 就把饭瓶分给了大家 吃过饭 把空饭盒送出门外 犯人们就坐在铺位上 听号头给新来的犯人读 尖规 这是例行公事 也是当号头的职责所在 按 尖规 规定 犯人之间 是不许说出各自的姓名 更不许谈论案情的 但是规定是规定 只要查奸巡视的看守不在门外 低声地互相交谈几句 号头并不禁止 号里的四个犯人 虽然都是四 二七大逮捕以前抓进来的 但无疑都是政治犯 因为这里的犯人 基本上都是按犯罪性质 划分楼房的 坐在池布州旁边的2433号犯人 先悄悄地问他 昨天夜里 警车笑叫了一夜 抓进来那么多人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行动 又问他犯的是什么案子 池布州本不想说话 但是想到心癌乍道 对这里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 那从老号那里多知道些东西 也许对自己有用 再说 自己一肚子烦恼 说说话 也许能稍解心宽 就也低声地告诉他 看样子是进行权势大逮捕 各区同时出动 抓人的确很多 至于自己为什么被抓进来 无非因为自己以前在国民党部队里干过 被算作历史反革命了 2433号犯人自我介绍说 解放前 我在黄埔分局当警察 是个一刀杠的警士级小巡长 还不算警官 管那是几条街道的治安巡查 解放以后 解放军接管了警察局 宣布警官以下 一律作为依靠力量流用 解放前的历史问题 只要说清楚 一概既往不救 要大家放下包袱 轻装前进 我放下包袱以后 将近两年来 做了许多户籍核实 整顿治安 清查逃犯等等工作 如今局里各项工作 刚刚有了些头绪 却以历史问题 没有交代清楚为名 把我给抓起来了 每次提审 总追问 我解放前抓过几个地下共产党员 我在救世会 当了十几年警察 因违反治安管理而抓的人 少说也有好几百个了 谁知道哪个是共产党 即便真有共产党 能告诉我吗 看样子 一进了这个门 是一辈子都出不去了 这时候 号头插了一句话 如今上海还没有法院 凡是偷鸡摸狗的小案子 在公安分局就解决了 凡是与政治有关的案子 杀人放火的大案子 或者牵扯到婚姻 房屋 债务之类民事案子 财官提兰桥监狱 由军管会政法领导小组审问宣判 他开岛迟不周说 把你关进这里来 绝不会是解放前 你在国民党部队里干过 估计可能还有什么大问题没说清楚 你一定要争取主动坦白 争取早日结案 早日到劳改大队去劳动 生活比在监狱里要好得多 要不然 长期关在这里 永远结不了案子 也永远见不到家属 迟不周 正奇怪 这个号头 既然什么都知道 怎么自己不争取 把问题都说清楚了 2433号犯人 似乎猜到了他的心思 大号头解释说 解放以前 他也是黄埔分局的 不过他是个三道头警长 是我的上司 解放以后没有留用他 也没有逮捕他 他自己到反动党团分子登记处登记 坦白自己参加过军统组织 从此公安局三天两头找他写材料 今天要他检举这个 明天要他证明那个 到了今年年初 干脆把他抓了起来 关在这里 拿他当活字典用 还说这是保护他的人身安全 可以毫无顾虑地检举他所知道的特务分子 这一关 已经在这里关了三个多月 到今天还没有结案呢 迟不周 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解放前 是无法无天的社会 除非是秘密逮捕 凡是公开逮捕的 第一允许有律师辩护 第二 也允许家属探监 如今是新中国了 在这一点上 怎么还步入旧社会 正沉思间 又有几辆警车笑叫着 先后从外面开了进来 好久之后 才听见开铁门 关铁门的声音 从远而近 终于迟不周的监房里 也被塞进两个犯人来 按照监狱的原设计 牢房有大小之分 以适应不同身份的犯人 最大的牢房 能光二三十人 最小的牢房 只关一个人 从这间牢房的大小看 原设计也许只关一个犯人 最多也不过关两三个犯人 即便按三个人算 每人还有半米多的铺位 如今一下子关了七个人 每人只有二十厘米的铺位了 晚上怎么睡觉 新来的犯人全部送进监房 又把昨夜抓来的犯人 一个个提出 押送到楼下一间大房间里 核对登记表格和按纳指纹卡片 先由一名警员 从档案袋里抽出一张 事先填好的登记表来 按姓名 年龄 籍贯 住址 暗游 等等逐项询问核对 轮到池布州核对了 他看见表格的暗游一栏上 写的是反革命 三个字 将脾气发作起来 不但坚决否认 还阵阵有词地声明 自己抗战期间有功 解放以后无罪 核对表格的警员也不理他 问过以后 就把表格交给另一警员 让池布州耐印指纹 用油印机的滚筒站上油墨 在一块玻璃上来回推滚 等油墨涂晕以后 先每个手指头站上油墨 在一张大卡片上 摁出十个斩宽了的指纹 在整只手掌站上油墨 在另一张卡片上 摁两个全手掌掌印 池布州对这种做法十分反感 从道理上说 没有判刑的未决犯 既可能是有罪的 也可能是无罪的 从身份上说 还是公明 提取指纹留存档案 只能对以决犯进行 或对与指纹有关的嫌疑犯进行 怎么可以稀里糊涂地 胡搅一锅粥 不问青红皂白 不问是否有罪 一加逮捕 就先提取指纹流荡呢 这种做法 简直是无视人的尊严 是违反人权的 他当然不懂得 在那个年代 人权这个概念 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的 对无产阶级来说 第一根本就不承认 有人权的普遍存在 因为在阶级社会里 只有统治者的权利 根本没有被统治者的权利 第二 即便真有人权这种东西 也要服从革命的需要 人民的需要 祖国的需要 共产党代表革命 代表人民 代表祖国 因此 也就是必须服从共产党的需要 解放初期 大陆推行的是人治 而不是法治 没有舆论监督 虚设监察机关 以至后来流毒泛滥 造成下面以权代法 上面 金口预言 一个人说了算 归根结底 推行人治 而不推行法治 是一切错误的总原因 是一切腐败现象的总根源 解放初期 我就在上海的政法部门工作 对当时的办案情况 可以说是比较了解的 从道理上说 法治机关 本来应该是最讲理的地方 但是解放初期的法治机关 往往是最不讲理的地方 或者是讲一面理的地方 因为法属于上层建筑 理是有阶级性的 不同阶级的人 从不同的阶级偏见出发 各说各的理 那自然永远也说不到一块去 一个人被捕 有两种可能 一是有罪 一是无罪 作为司法人员 首先必须甄别 抓来的人 有罪或无罪 但是解放初期的司法人员 出于阶级偏见 往往在共产党 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你是共产党抓来的 所以绝不会错的 错误论证法指导下 对抓进来的人 不是先去甄别其最错的有物 而是一概肯定其有罪 于是 任何人被捕 哪怕你原来是共产党员 现在也依旧 对党忠心耿耿 却一进门 就要你认罪 不认罪的 就是态度恶劣 世界各国的法律 量刑的标准 主要是罪行的大小 认罪不认罪 是次要的 罪犯不认罪 只要铁证如山 也可以根据其罪行判刑 但并不加刑 中国的解放初期 对于罪犯态度的好坏 看得很重 重刑犯因为态度好 可以减刑 轻刑犯因为态度不好 可以加刑 当时执法机关中 有一句很流行的话 不管你有罪没罪 凭你这恶劣态度 就可以判你的刑 于是 量刑没了标准 法治就变成人治了 从长情分析 一个没有罪的人 被铐上了手铐 关进了牢房 从精神到肉体 都受到了摧残与折磨 心情的不愉快 当然可想而知 如果这个人道德 修养 认识 情操都很高 懂得任何正法机关 都有抓错人的时候 因此耐下心来 与正法机关合作 把自己的冤情剖析明白 从而最后达到无罪释放的目的 这就叫有错抓没有错判 但是 具有如此高尚情操的嫌疑犯和审判员 并不是很多 多数人无罪被捕 总是火气极大 呼喊顶撞 也在所难免 而司法人员则更不冷静 虽然那时候 上海地区的司法人员 还不敢公开的用刑 拍桌子 瞪眼睛之外 采取疲劳轰炸 限制饮食等等变相体罚 来迫使犯人认罪的事 却是屡见不鲜的 作为执法人员 在定案之前 头脑中绝不能先认定 被审问的人有罪 不然就是先入为主 不可能客观地 公正的办案了 一个审判员 要设身处地的为人家想一想 如果你也无罪被捕 你的心情如何 但是解放初期的办案人员 每几个会这样想 多数人的逻辑是 你是共产党把你抓来的 一定不会错 你不认罪 申明自己无罪 他就会反问你一句 难道共产党错了吗 如果你真的回答说 正是共产党错了 那可就不是态度恶劣的问题 而是污蔑共产党 攻击共产党的问题了 那年月 谁说一句共产党不好 尚且是大逆不道 为当局所不容 敢说共产党有错 简直就是食恶不赦 不严惩你 严惩谁去 池不周长期在国民党政权下工作 一向以中国人的民族气节 固有道德和人性良知 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 对共产党的认识方法和行为准则 一无所知 难怪他解放以后 对共产党的某些政策法令格格不入 最后终于被当作反革命 抓进监狱里来了 有道是食事务者为俊杰 池不周从半夜被捕 直到关进了牢房 并没有大吵大闹 而是逆来顺受 考虑的是 如何洗刷罪名 还我清白 但是对于当局未经判决 就认定是反革命 就强迫提取指纹手印一事 他却实在无法接受 手印一摁 不就等于承认自己有罪了吗 按照他的性格 和是可杀而不可辱的认识 真想拼一个鱼死网破 也不能接受这种非法的对待 可是想到妻子儿女 想到只有活着 才能最后澄清自己的问题 只好一忍再忍 也和其余犯人一样 任凭人家怎样摆布 男儿有泪不轻弹 指缘味道伤心处 当他挫着一双无法洗净的黑手 满情着热泪 回到监房来的时候 当天新来的犯人问他 过堂了 他还没回答 老犯人以行家的口吻反驳他说 他只比你早来几个钟头 怎么会提审 你没见他两手抹黑 和你一样 他是昨天下半夜抓进来的 这是补上弹钢琴这一刻去了 告诉你吧 这里的规矩 不管你三天五天 是绝不会提审的 你要问他 他说是案子多 没排上队 其实是杀杀你的火器 把你的火器杀下去了 他再来慢慢地消遣你 反正他不着急 你着急 石不周没有说话 从这个行家的口中 他知道自己 竟然不幸而进了这个门 只好继续忍耐 只有听任别人摆布的份儿了 三 虾兵蟹将 作威作福 下午十分 一个看守 抱着一个铺盖卷 和一个网兜 里面有脸盆 毛巾 牙刷 牙膏之类 走到监房门口 喊了一声 二四四四号犯人 家里有东西送来 你点收一下 石不周一听 是家里送东西来 忘记了号头说的 在这里不允许见家属的话 还以为妻子没走 急忙凑到铁门前面问 他在哪里 能让我跟他说句话吗 这个看守年纪稍大 瘦高个儿 经常坐在过厅里值班 有时候也到各间房门前走走 火房送饭来 就由他领着各房分送 这个人说话和气 从来不瞪眼睛 听石不周要和家属见面 正想回答他 突然从过厅走过来一人 年纪不过二十多岁 面目离黑 眼睛里冒出一股仇逝的凶光 操着一口浓重的山东腔 声势汹汹地说 这里不许犯人和家属说话 石不周心里正没好气 就顶他一句说 现在我是跟这位警官说话 不是跟家属说话 你这么凶干什么 年轻的看守被石不周噎了一句 翻了两下白眼 忽然想出一个主意 就对那个年长的看守喊 不要理他 给他执笔 叫他写交代 年长看守开开门 把被褥卷和网兜递给石不周 还有一张印有监狱收发室字样 由家属自己填写的送物清单 要石不周照单核对以后签字 单从这一点来看 监狱的办事人员倒还想得挺周到的 年长看守拿走了签收的单子 一会儿又走了回来 手里拿着一支圆珠笔和几张纸 没走几步 那个黑脸年轻看守 从后面追了上来 手里还端着一把疑心紫砂小茶壶 高声喊 你拿了几张纸 给他几张 收回几张 年长看守隔着门 把纸笔递给石不周 让你用这个写罪行交代 一共四张纸 不够问我要 多了还给我 石不周问 我想给家里写封信 行不行 年长看守用手指指过厅外面 放低了嗓音小声的回答 这你要去问他 他是班长 我是听喝的 不敢自作主张 从他的话里 听得出三分牢骚 石不周本想让他把那个班长请来的 灵机一动 又改了口 劳您驾 请您跟那位警官说一声 我有个情况 要向他反应 年长看守点点头走了 2433号犯人过来 悄悄地说 他姓王 和我一样 也是个留用人员 我们本来就认识的 不过他连我这样的小官也没当过 所以暂时 还让他在这里值班 要是他犯一点错误 这碗饭也就吃不成了 正说着 年轻看守一步三晃地走了过来 在铁门外面一站 谁要反应情况 是我 石不周已经站在铁门里面等着他 你有什么情况 可以向我说 报告警官 我想给家里写封信 那黑脸年轻看守 站在铁门外面 运了半天气 两眼邪腻着 持不周 好久没有说话 过了足有一两分钟 突然冒出一句 现在是大白天吧 是啊 持不周不知道 他问这话 究竟是什么意思 只好硬着 你没睡着吧 没有啊 没睡着 你大白天的 说什么梦话 你不知道 监狱里不许跟家属通信 我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进这种地方 没有经验 请您多多指教 第一 政府把我抓来 我得知道为什么 第二 我抗战期间对国家有功 解放后规规矩矩做人 兢兢业业工作 没有犯过任何错误 我得告诉家里 不要为我担心 第三 我被关在这里 太无聊了 要让家里给我送几本书来看看 有这三个原因 所以我 必须给家里写信 信件经过你们检查 难道还不放心 持不周已经意识到 写信的希望是没有了 只为这个看守班长 说话太刁 故意气气他 年轻看守 果然生起气来 瞪大了眼睛 什么 你必须给家里写信 越说 你越来劲了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知道 你是干什么的吗 现在是把你关起来 要你交代罪行 不是把你养起来 让你在这里看书 你们这些人 书读得越多越反动 当年要是少读些书 恐怕今天还不会蹲监狱呢 别废话 到了这里 是龙给我盘着 是虎给我握着 老老实实地写材料 交代你的罪恶 说着 再也不理持不周 又一步三摇地走了 持不周当然没听他的话 真的坐下来 写什么交代材料 尽管他没到过这种鬼地方 可也知道看守跟审讯是两拨人马 作为看守 根本无权 让犯人写什么交代材料 因此只是苦笑了一声 来了的你不理我 我也不踩你 坐在铺位上闭目养神 继续想心思 2433号犯人统统持不周 小声地说 这个李班长 是山东老驱来的 平农出身 没念过几年书 翻身以后参军 给首长当过几年通信员 进城以后 分配到黄埔分局 可又什么都不会干 跟他一起来的人 都当了科长 鼓掌了 他什么也不是 只帮着收发室送送信件 报纸 闹开了情绪 这才把他调到这里 来当看守班班长 大小也是个官 他还不满意呢 要是他文化稍微高一些 给他个拘留所所长当当 大概是没问题的 持不周 微微一笑 幸亏他没读几年书 只当个班长 要是多读了几年书 当上了监狱长 读书越多越反动 咱们可就都别活了 一句话 说得大家都苦笑起来 下午四点 火房送来了晚饭 持不周和心癌的两个犯人 都没有食欲 就由那四个人 分了这三盒子饭 九顿监狱的人 天天吃素 肚子里的油水少 一顿饭不过三两 尽管不干活 也总是觉得饿 吃起饭来 一个个都是狼吞虎咽 唯恐其少 尽管每人加了一两多 也是风卷残云似的 转眼就都吃光了 入夜以后 七个人平分这两米 见方的地铺 每人的宽度不到二十厘米 怎么睡 号头不愧为老号 自然有办法 他把一床被子 铺在铺板上 让大家把衣服裤子都脱了 堆在脚后 只剩一条短裤 然后按号数一次 人人都朝一个方向 面朝左侧身而握 依旧头朝铁门 由号头 拿另一床被子 给大家盖上 最后他自己也 欠尽预留的空档中 七个人居然都躺下了 这一夜 石不舟虽然离马桶远了一些 但是鼻子尖碰着别人的后脑勺 翻身必须统一行动 有人起来接手 必须喊号头帮忙掀开被子 解完手 原来的地位已经没有了 又必须打蝎自己进去 再请号头把被子盖上 比头一夜更难过 石不舟处于内忧外患的加工之下 尽管闭着眼睛 依旧一夜未睡 第三天上午 大火房送来早饭 这时候 石不舟已经饿得鸡肠碌碌 眼前惊心乱蹦 可是嘴里发苦 依旧没有什么食欲 勉强吃了十几口 还剩下大半饭盒饭 他已经反复学过两次监规 知道剩下饭菜 是要吃批评 还要受处罚的 只好悄悄地 问2433号犯人 还要不要 人到了这里 急了 既不要脸皮 也不再怕脏 2433号犯人听迟不舟说 要把剩饭给他一个人 连声道谢 急忙把饭盒子抢了过去 再要晚一步 后头要是发了大家评分的话 可就不能由他独吞了 下午开饭之前 李班长一步三遥地 走到铁门外面 拖长了声音喊 2444号犯 你的材料写出来没有 迟不舟知道自己 已经得罪了这个新中国的牢头 估计他还不敢像 水浒传中远厄军州牢城中的 拆拨老爷那样整只犯人 干脆再得罪他一次 就站起来走到铁门后面 没好气地说 我是国家干部 关于我的历史材料 都在档案袋里装着 请警官先生调来 一看就明白了 我的一生 当过许多任大官 关系复杂 四十张纸都写不完的 就这四张纸 能写什么 李班长一听这话 果然像开了店门似的蹦了起来 你老实点 你摆什么干部臭架子 告诉你 比你官大十倍二十倍的干部 我见得多了 到了我这儿 都得听我的差遣 让他朝东 谁也不敢相吸 你是什么玩意儿 敢在我面前摆干部架子 你的档案袋 就在我手里 我早就看过了 知道你是什么变的 现在 我不是要看你的臭历史 是要你坦白交代你的罪恶 迟不周鼻子里哼了一声 干脆回到自己的铺位上坐下 懒洋洋的回答 我不是 已经跟你说过了吗 我一生历史清白 抗战期间对国家有功 对共产党无罪 解放后工作认真 没有犯过任何错误 没有任何罪恶需要交代 再说 即便有 我也会在法庭上 向审判人员说清楚 大概还没有必要 向看守班班长交代吧 迟不周的这一席话 可真扎了李班长的废管子了 他用拳头垒着铁门 愤怒地像一头狮子 看守人员有动员 教育犯人 坦白交代罪行的职责 你写的材料 你在间中是否服从管教 我们都会负责转给审判人员的 你不拿土地也当神仙 不服从管教 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 本班长的厉害 说完 生怕迟不周又要损他 扭转头气呼呼地大踏步走了 李班长一走 好头长叹了一口气 发话说 老弟 你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 总应该知道光棍 不吃眼前亏和不怕官 只怕管这两句老话吧 他一个从老去农村来的孩子 从小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 也就是阶级斗争的教育 跟你受的和违贵的孔梦教育 或者自由 平等 不爱的西洋教育 完全是两码子事儿 你不是资产阶级 就是反动派 是他的敌人 他不跟你斗 难道跟他的上级斗 他跟你没有共同语言 你跟他恐怕 也没有共同语言 又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 老弟 我看你也是条硬汉子 请听我的一句忠告 人到了这里 最好的办法就是心字上面一把刀 忍着 跟看守人员不要发生任何冲突 一切逆来顺受 有问题跟预审员说 争取早日结案 早日离开这里 才是正路 2433号犯人 也凑过来开导说 李班长这个人 年轻好胜又没文化 最赤捧了 你只要跟他说上三句好话 就会乐得没开眼笑 什么事情都好商量 他最忌讳的 就是说他官小 没权利 他当个看守班长 是没有判你十年二十年的权利 解放军的纪律约束着他 除了说两句难听的话之外 也不敢真动手胆人 说句公平话 他倒不是坏人 不过 你要是把他气急了 他整起你来 也够你受的 又不是他把你抓进来 你跟他生什么气呢 就好像演戏一样 他演他的牢头 你演你的犯人 大家同台演戏 咱们一起 把这台戏演好了 一起羡慕 不是很好吗 迟不周想想 这两个老汉 讲的虽然不是至理名言 却也是经验之谈 甚至还是肺腑之言 就苦笑着到了县 低头坐着 不再说话 到了四点钟 大火房送饭来了 姓王的看守 递进六个饭盒来 说了一句 班长通知 2444号犯人 不服从管教 晚餐免禁 接着又小声地说 2444号 你快把材料 写出来浇上去吧 班长一生气 有权把你关进 小黑屋里去 那时候你 可就后悔也来不及了 等送饭的人走远 2433号犯人 悄悄地说 你看怎么样 吃眼前亏了不是 不过不要紧的 头两天我吃你的饭 这一顿 咱俩分着吃好了 号头摆摆手 不用 你的份不要动 咱们瞒上不瞒下 我来安排 说到这里 他问那两个 昨天新来的 你们两个 今天能吃多少 那两个犯人 一个说完全不想吃 一个说吃是一点 你不想吃 可又怕身子顶不住 好歹吃几口吧 于是 号头用饭盒子盖 给他拨出小半盒饭来 再把剩下的一盒半饭 分成五份 每人得一份 号头把一份饭菜 送到池布周的面前 叮嘱他快吃 别让看守看见 池布周把饭盒子 推了回去 摇摇头说 我不饿 不想吃 他整整两天没吃东西 肚子其实已经很饿 但是自己的求粮被扣 要他吃人家的不失 他宁可饿着 2433号 犯人不满地说 你这就不对了 你进来两天半 没吃什么东西 头一两天不想吃 人人如此 到第三天 可就人人都想吃了 号头顶着雷 给你分一份云饭 是看在你有骨气的份上 你要是人这份情也不灵 说句在这里不该说的话 那可就是看不起大火了 池布周听他这么说 可真有点两难 想了想 在牢房里 能够做到同舟共计 患难与共 也不容易 这份情 还真不能不灵 就学着江湖礼节 抱拳做了的螺圈一 果真三口两口的 就把这份不足二两的 云饭吃光了 饭是糙米饭 还有沙子 但是吃起来却觉得特别香 不知道是饿极了呢 还是因为同窗们的义气 感动了他 吃过饭 同窗们苦口婆心的相劝 要池布周随便写几句 交上去 算是圆了李班长的面子 好让他下台阶 更主要的是 以免同间房的人吃挂腊 找来另眼相看 池布周的性格 是吃软不吃硬 如果仅仅为了给看守员面子 他才不干呢 可是想到 如果因为自己的降脾气 给同奸们带来意外的灾难 这可就太不过意气了 反复思考的结果 是生平第一次违心的 写了一篇认罪书 无非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 回国抗战 不该投靠南京政府 为国民党卖力 不该替蒋介石破一密电码 不该在中央军委会当少将 不该受蒋介石的接见和嘉奖等等 所有这些 都是罪恶 关键在于 自己对共产党没有认识 所以没有参加共产党 却参加了国民党 没有去延安 却去了重庆 所有这些 都是罪恶 关键在于 自己对共产党没有认识 所以没有参加共产党 却参加了国民党 没有去延安 却去了重庆 等等 写完以后 2433号犯人 把姓王的看守叫过来 他们是老相识 打了个招呼 让他转交李班长 同时美言几句 李班长反正不识几个字 拿到了迟不周的认罪书 算他的工作有了成绩 有了台阶可下 也就没有再来找麻烦 四 突击逮捕 监狱爆满 夜里九点 按常规夜班看守 应该吹哨子 让各监房的犯人就请 但是今夜过了九点很久了 还听不见吹哨 犯人们当然没有手表 即便进来的时候戴的有 也在进门的时候 连现金和贵重物品 统统被收走 代为保管起来了 但是时间概念总还是有的 到了夜里十点钟光景 忽然街上凄厉的警车声 又接连响起 从远而近 最后几辆警车 先后开进了分局 停在院子里 2433号犯人 猛醒似的一拍脑袋 对了 明天是五一节 按照公安局的惯例 节日之前都要抓一批人的 我把这茬给忘了 时间还不太晚 看样子 这批犯人进门之后 先办入监手续 即搜身 交出贵重物品 和禁违品 核对登记表 提取指纹等等 因此 警车到后好久 才听见光鸿光鸿的开关牢房声 逐渐从远处传到近处 犯人们执念佛 老天爷 可别再给咱们兼房家人了 再来一个都挤不下了 可是怕什么骗来什么 终于牢房门被打开 而且一下子 推进五个犯人来 号头也忍耐不住了 喊了一声 报告班长 我们号里已经有七个人了 再加一个都没法睡了 夜班看守没好气地回答 先给你这里分五个 每个号里都一样 全是十二个人 要做好思想准备 再来人的时候 还要加人 那怎么睡觉啊 号头哭丧着脸说 夜班班长已经把牢房门关上 临走前扔下一句话 怎么睡都行 你自己想办法 两米建方的铺位 本来最多只能睡三个人 现在要超原三倍睡十二个人 除非有缩身数 否则谁也没有办法 让大家一起睡觉 一直等到十一点多 总算吹响了旧情的哨子 表示这一波犯人 已经安插完毕 至于今天夜里 是不是还有人来 那是另一回事了 号头在想 最妥善的过夜方案 老号们紧皱着眉头 新来的犯人 个个愁眉苦脸 有一个还哭了起来 2433号犯人 建一分两拨倒班睡 一拨六个人 桶铺上倒是能几下 可是零六个人呢 难道在一米半宽 半米长的水泥地上 站着不成 两人商量了一下 最后号头拍板 谁也别想躺下睡了 十二个人分两排 一排靠东墙 一排靠西墙 面对面地坐在铺位上 个人的腿可以伸直 也可以拱起 腿上盖一床被子 谁有本事睡着 尽管入睡 但就是这样的办法 六个人分两米宽的铺位 每人平均不过一室尺宽 谁的屁股 只有一室尺宽 尽管把所有的被褥 都垫到了铺板上 腾出了所有的面积 也仍然挤坐不下 二四三三号犯人 究竟是个老警察 经得多见得广 脑子也灵光 善于随机应变 他的铺盖中有一块油布 把这块油布 垫在水泥地上 再把自己的褥子铺上 这个地铺就有半米来宽 一米六长 弯曲着身子 勉强可以躺下了 他抱拳向大家做了的衣 诸位 兄弟就在这地下睡 哪位要接手 请注意点 踩着我还在其次 可别把尿撒在我的被子上 说着 伸了伸舌头 脚朝马桶管子 躺下去了 要是在往常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但是今天 再怎么睡都行的许诺下 看守们只要犯人不闹事 也不来管他许多了 剩下的十一个人 就这样打通腿做了一夜 池布州进监狱的第四天 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 五一劳动节 按照预方规定 每月一号和十六号两天 是改善伙食的日子 菜中有荤 上午那顿饭 依旧和往常一样 池布州饿了三天 已经食欲大开 一盒饭不用怎么努力就吃光了 似乎还有些意犹未足 星号吃不下的饭 号头仍按人头发耳云 但他却谢绝接受了 下午的饭 不但米的质量好了些 而且饭上面的菜中 还有几块头子大小的肉丁 当然是肥的 池布州一向不爱吃肥肉 奇怪的是 今天吃的这几块肉丁 味道竟然特别鲜美 池布州终于认识到 自己已经从刚进牢房时的 什么都不想吃发展成 见什么都想吃了 再过一两天 很可能每顿一盒饭不够吃了 五一年的五一节 上海市公安局的干警们 谁也没有休息 他们清朝出洞 进行四二七以来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突击大搜捕 凡是四二七漏网的 务必在这一天全数逮捕归案 下午四点钟的晚饭以后 新逮捕的犯人 一批批地被送进牢房里来 第一批两个 第二批又是两个 第三批三个 加上原来的十二个 一共十九个 这一来 可连蹲着的 可能都没有了 大家只能像挤公共汽车似的人 挨人站着 挤得新进来的人 受不了这种苦 嚎啕大哭 还有个人高声大叫 宁愿早点拉出去枪毙 看守门只顾往监房里面推人 可不管你是做事战是死是活 这种场面 可真难为了好投 他一面嘶哑着嗓子 做安定人心的思想工作 告诉大家 这是暂时的困难 政府一定会很快就想办法加以解决 倒好像他就是上海市市长似的 一面把人员分为两拨 一拨站着休息 一拨可以蹲下 或全程一团坐下来休息 号头又喊又叫的 刚进五月份 就热得满头大汗 天亮以后 嗓子就哑得说不出话来了 这一夜 别的牢房里 有好几个人晕倒抬了出去 而这个牢房里 则因为号头安排得好 尽管有发牢骚的 有骂大街的 有想寻死觅活的 却没有人晕倒 这个军统小特务 恐怕有生以来 还从未这样干脑涂地的 报销过党国呢 五月二日 果然政府发了善心 开来几辆警车 把多一半的犯人 疏散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牢房里面 暂时保持每间 十来个人的数目 经过这一夜 吃不周 简直有格式为人的感觉 他懂得了 作为一个人 只有吃不尽的苦 没有想不完的福 但是这样的福 全中国五亿人口 全世界几十亿人口 可不是任何人的 能够享受得到 被挤得最难受的时候 而听到有人高喊 宁可早点拉出去枪毙的时候 迟不周也曾经想到过死 他是一个性格 将任意志坚强的人 像这样活着 连猪狗都不如 有什么意思呢 可是他也知道 如果真的去死 只能落一个畏罪自杀 自决于人民的结论 自己是无罪的 死并不足位 不足惜 但是活着的妻子儿女 就会因为自己的死而痛不欲生 即便不死 也要终生带着反革命家属的黑帽 在社会的最底层痛苦挣扎 一想到妻子 他就感觉到 太对不起他 将近二十年来 颠沛流离 饥寒劳碌 没有过过一天安定的日子 也没有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 所有这一切 难道就因为自己要回国来抗日 是因为自己太爱国的缘故吗 他相信 共产党既然能够从蒋介石手中夺得政权 总有几个能人懂得打天下和治天下 不是一马子事儿 政权可以用武力取得 却不能用武力来维持这些道理 因此总不相信千秋功功无人评说的局 面会无限制地延长下去 有了求生的欲望 才产生了活下去的力量 但是什么时候才能迎来这一天呢 他可连一点把握都没有 五 是非颠倒 审判真理 这种度日如年的日子 过了十几天 直到五月中旬 姓王的看守 才来通知迟不周 说是今天要提审了 带他到预审市去 一边走 一边叫他态度放端正邪 争取一堂定案 好早日离开提兰桥监狱 预审市里 放着一张办公桌 桌后并排坐着 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 男的是预审员 女的是书记员 离桌子两米开外 放着一张小椅子 比普通椅子矮些 特别是靠背 只及腰际 之所以要把椅子放得那么远 可能是出于审讯人员安全的考虑 万一犯人图谋不轨 审讯人员可以有一个缓冲的时间 姓王的看守 把持不周带进预审室 示意他在小椅子上坐下以后 就退出去了 预审员年纪不大 估计也就二十多岁 却捧着脸 装得十分老成 十分严肃的样子 他一面翻阅着档案 一面用带有苏北枪的光话 慢条思理的 先按审讯程序 问了姓名 年龄 习惯 补钱工作单位等等 然后切入主题 据看守员反应 你在被捕之后 态度很不端正 百干部架子 自称有工人员 还写了一份 筹表工的认罪书 是不是事实 我是按照 看守班长的要求写的 没有筹表工 我的历史 早已经写过一份详细自传 交给本单位的登记处了 我一九三七年回国抗日 为国家 民族做了许多工作 事功事过 不变自明 对共产党 我虽然无功 却也无过 迟不周按照自己的认识 侃侃而谈 你的历史 我们早就已经全部掌握了 预审员直指他面前的一大落档案 让你交代 是看你老实不老实 对自己的罪恶历史 有没有深刻的认识 要按你的认罪书上所写 你是走错了路的问题 不是立场问题 如果你从日本回来 去了延安 你就是为人民效劳 为共产党效劳 可惜你投靠了国民党 去了重庆 那就是为蒋介石效劳 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 如果说你有功 也是对蒋介石有功 对国民党反动派有功 蒋介石是阻挡中国革命的顽固堡垒 是屠杀人民的柜子手 你有功于他 你是什么身份 自己还不清楚吗 你把自己的一生罪恶 都说成是当时走错了路的问题 是客观因素造成的 你为什么不从主观上检查 怎么有的人从日本回来 就去了延安 而你却认定了 要找南京政府 要投靠国民党吗 这说明你和蒋介石 是一个立场 对共产党不仅不相信 而且是仇视的 我提醒你 对于自己的一生罪恶 应该从阶级立场上去分析 你才能够提高认识 才能够完全彻底的交代自己的罪行 争取从宽处理 看样子 这个从苏北来的青年 读过几年书 也读过几本马列主义 ABC 政治水平比李班长确实要高得多 所以特别把他派来 审讯迟不周 但是这种强词夺理的理论 迟不周并不幸福 既然你跟我谈认识 那我也不妨说说我的认识 1937年 我从日本回来 是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时期 那时候 民族矛盾上升 国内阶级矛盾有所缓和 参加共产党是为了抗日 参加国民党也是为了抗日 不要忘记 当时的执政党是国民党 而不是共产党 八路军和新四军 都服从国民党中央军委会的指挥 朱德 毛泽东给蒋介石打报告 他们也自称是职 大敌当前 凡是抗日的 都是爱国的 都是有功的 时至今日 你片面强调 只有投靠共产党的才是革命 投靠国民党的 就是反革命 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不是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 蒋介石打内战 是抗战结束以后的事情 我是反对打内战的 抗战一结束 我就回福建老家种田去了 所以我说我抗战时期有功 对共产党无罪 青年预审员没有想到今天碰到的罪犯理论水平比自己还高 在历史事实面前 他张口结舌 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只好记起最后一宗法宝 用大帽子压人了 只见他脸皮一沉 历史说 迟不周 不要炫养你的那些歪理了 要知道 歪理千条 难敌真理一条 真理就掌握在共产党手里 所以 共产党是战无不胜的 所向无敌的 永远不会犯错误的 如果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你就会相信 共产党把你抓起来 绝不会错 你就应该认真检查自己的历史罪恶 彻底坦白交代 你的罪错 是历史造成的 主要责任不在你 党和政府 自然会根据你的认识程度 适当量刑 时不周一听 这个青年预审员 避开了某个人是否有罪的明显论点 却笼统地宣称 共产党永远不会错 不禁笑了起来 预审员先生 现在审问的 是我持某人有没有罪错的问题 不是审问共产党有没有罪错的问题 如果可能的话 请先给我下一个结论 慢给共产党下结论好不好 我是一个个人 没有资格与共产党相提并论 这里面并不存在 我错了共产党就对 我对了共产党就错的因果关系 就是两个政党之间 由于具体事物的复杂性 也不存在绝对的错与对 两者都对 两者都错的实力 也是有的 例如 国共两党都抗日 都为抗日贡献力量 都为抗日做出牺牲 这就两者都对 共产党是人的组织 不是神的组织 不论按照西方神话 还是东方神话 神尚且有犯错误的时候 何况是人呢 毛泽东自己就讲过 只有三种人不犯错误 已经死了的人 还没有出生的人 和刚刚出世的人 共产党既然是人的组织 就难免不犯错误 宣传共产党永远不会犯错误 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在这种错误思想之道下 自以为不会抓错人 恰恰最容易抓错人 远都不说 把我抓来 不正是抓错了的典型吗 这一篇说辞 在那个年代 有这样认识的人很多 但敢于这样直说 特别是在法庭上直说的人 可谓绝无仅有 石不周是个性格特殊的人 头可断 瞎话绝不说 阿谀奉承的话更不肯说 这个苏北 及青年南下以后 在军管会政法部 当了一年多余审员 一向被人奉承为理论水平 相当高的党员干部 从来也没有听到过 有人敢说 共产党也会犯错误 今天从持不周的口中 听到了这样的话 当然不是感到惊奇 而是感到这个犯人的狂妄 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 他问案子 自以为很讲文明 很讲政策 从来没有跟犯人拍过桌子 瞪过眼睛 但是在持不周面前 他也有忍无可忍 继而无法自制起来 一拍桌子 疼得站了起来 气势汹汹地说 持不周 时至今日 你还执迷不悟 抱着蒋介石的大腿不放 不但宣扬国民党也抗日 还胆胆污蔑共产党 也会犯错误 可见 你是死心塌地 要为蒋介石殉葬 要与共产党为敌到底了 谁不知道 蒋介石消极抗战 积极内战 整个抗日战局 是八路军 新四军 和千千万万爱国的老百姓 在支撑着的 如果没有共产党 单靠蒋介石 和像你这样的人去抗战 中国早已经灭亡 你也早已经当上王国奴了 池布周是个认死理的书呆子 听预审员这样说 耿着脖子 振振有词地反驳说 整个抗战期间 我都在中央军委会工作 对于抗日前线的情况 清楚得很 七七事变以前 蒋介石奉行的是不抵抗政策 把东三省的大片河山 拱手让给日寇 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七七以后 说蒋介石抵抗不力 节节败退 把大半个中国被日寇占领 也是事实 但说国民党将领全部抗日 只有共产党孤军奋战 好像也不是事实吧 多得不说 上海护松抗战 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 血战台儿庄 这些大仗 硬仗 好像都不是共产党打的 抗战初期 八路军 新四军坚持敌后 开展游击战争 歼灭小谷日寇 开拓根据地 壮大了自己 也曾经在平行关大战 百团大战中 取得辉煌胜利 功绩不可磨灭 但是就全国的主战场而言 还是国民党的部队 在牵制着敌人 抗战结束以后 我们有过统计 抗战期间 国民党部队阵亡的将领 就有五十亿人之多 共产党阵亡的将领 只有左权将军一人 如果当时只有八路军和新四军 没有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 中国将会是个什么样子 恐怕也是不难设想的 一席话 说得青年预审员火上加油 暴跳如雷 时不周 时至今日 你还在为国民党蒋介石涂脂抹粉 自意污蔑共产党 可见你的立场 始终站在国民党蒋介石一边 对自己的罪恶 丝毫也没有悔改的表现 即便你以前任何罪错都没有 仅凭你今天的态度和言论 我就可以判你无期徒刑 不过 考虑到你长期在蒋介石手下 为他卖命 中毒特身 对共产党缺乏了解 今天本庭暂时不加追究 但是 你也绝不要以本庭的宽宏大度 为良善可期 回去以后 必须认真反省 深刻检查自己的立场 观点和思想方法 幡然悔悟 重新认识 详细写出材料 交代自己的一生罪恶 争取人民的谅解 和政府的宽大处理 迟不周回到监防 想想共产党建国 已经一年半了 却还没有一步完善的法律 上海市解放已经两年 却还没有建立起正规的法院 预审员不是学法律的出身 不但不懂法律 连最简单的形式逻辑都没学过 只知道按上级指示 或随意解释政策法令办事 如此治理一个国家 怎么能够治好 像今天碰见的这个苏北青年 很可能是水平最高的预审云了 尚且秀才碰着兵 有理讲不清 要是碰见一个理班长那样的审判员 结果岂不是更糟 三天以后 第二次提审 预审员依旧态度 严肃的正容端坐 第一句话就问 经过这三天考虑 你对自己的问题 可有新的认识 迟不周到也干脆 只回答一句话 没有新的认识 那么坦白材料 也没写了 我的自传早已经上交组织 我没有犯罪 当然没什么坦白材料可写 那么 你投靠蒋介石 破一密电码 都不是罪恶了 当然不是 抗战期间 我接受蒋介石的命令 朱德 毛泽东 也接受蒋介石的命令 如果我因为是蒋介石的部下而有罪 那么朱德 毛泽东 当时也都是蒋介石的部下 岂不是也都有罪了 至于破一日扣密电 那是我为抗日所做的贡献 是我的功劳 不是我的罪行 住嘴 不许你继续攻击革命领袖 像你这样顽固不化的花钢眼脑袋 还真少见 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等到绑复刑场 后悔可就晚了 我早就告诉过你 共产党办事 是认真的 不是说大话 吓唬吓唬你的 你的所有罪恶 我们早就已经调查清楚 否则也不会在大逮捕的第一天 就逮捕你 既然你不肯主动坦白 我们也不勉强 只要你肯承认你历史上的几条主要罪恶 也算你主动认罪 现在我问你 1937年10月 你参加了中统特务组织 这你能否认吗 否认 第一 我回国以后 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处情报科基尼二股 从事破译日军密电码的研究 是纯抗日工作 与特务组织无关 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特务组织 第二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处于1938年8月 改组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 而我在1938年7月就已经离开了基尼二股 从此与中统局没有任何组织关系 怎么可能参加中统特务组织呢 你这纯粹是玩弄时间概念的抢变 你工作的基尼二股 就是中统局的前身 1938年8月 改组为中统局 从常识判断 改组前的人员 当然也就是改组后的人员 而且肯定是基本成员 你企图用不承认主义搅赖 是赖不掉的 你这叫想当然 也叫强加于人 基尼二股有特务组织 改组以后 原来的特务分子 都转为中统特务 都有可能 因为我不是特务 不了解内情 不能妄加肯定 至于我自己 我虽然在基尼二股工作 我再三说明 那是为抗日服务的 干的不是特务勾当 我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特务组织 你这简直拿我们当无知的三岁小孩 你身在特务机关中 做的也是破一密电这种特务行当 却愣说你不是特务 谁会相信 你说 你不是特务 你拿出证明来 你是不是无知 我不加评论 不过请你注意 例如 一个人在总工会工作 却不是工会会员 这你相信吧 因为职务系统和工会系统 是两个组织 特务机关也一样 我在基尼二股研究日 君密电码 是我的职务 他们的特务组织 我确实没有参加 至于证明 不论是数理证明 还是哲理证明 只有成事实的 才能证明 未成事实的 除了闺谬证法之外 本身是不能证明的 例如 我是不是参加过 总统特务组织 如果能拿出 我参加过的档案材料 就证明 我是个特务分子 如果拿不出 证明材料来 就证明我不是特务分子 预审员先生 我正要问您 您说 我是特务分子 可有证明吗 注意你的态度 现在 是我审问你 不是你审问我 我说 你是总统特务 当然有根据 没有根据 怎么就抓你不抓别人 前天就跟你说了的 关于你的检举材料 我这里一大落 之所以要让你自己坦白 主要是 政府要做到人之意尽 要考验你态度是否端正 让你有一个 可以争取从宽的机会 要是到了向你摊材料的一天 懊悔可就来不及了 谢谢政府的好意 请预审员先生注意 检举材料具有两重性 可以是有根据的事实 也可能是没有根据的凭空捏造 政府接到检举材料 第一步应该检验检举材料的正确性 正确的才加以利用 不正确的就加以否定 故意诬告的还应该反做 这才是正常的司法程序 不然 见风就适雨 岂不是给邪嫌报复者 一可乘之机 别往下说了 关于政府如何做工作 不用你操心 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年了 进行过多次政治运动 粉碎了无数名的案的敌人 在这方面 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你的问题 我们当然做了大量的取证工作 对你的罪行 也已经了如指掌 十分清楚 你自己写的自传 我们当然都看过的 对你在国民党时期担任的委职 你所做的工作 那都是明面上的 你就是不写 也尽人皆知 关键在于你的秘密身份 你尽连一个字也不写 这就是你的罪行 不妨给你提个醒 我们不但知道 你是正牌的中统特务 而且知道 你在中统局内 担任的是什么职务 还是那句话 只要你现在承认 还算你主动坦白 政府依旧可以考虑宽大 如果仍然执迷不悟 从严处理起来 可别说我们 事先没有提醒你 再次谢谢政府的关心 对于个人历史 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 我没有参加过中统 就是没参加过中统 自己绝不会遗忘 更不用政府提醒 关于有人检举 我参加过中统 而且在特务内部 担任什么职务的问题 我再次声明 绝无此事 政府可以继续调查 我本人也有责任 帮助政府搞清真相 为此 我请求政府 准许我跟家属见一次面 我妻子1937年 随我一起回国 我的所作所为 我妻子全都清楚 可以让她帮我取得旁证 你想得到天真 你总也知道 自古欲不通风 没有结案的犯人 怎么可以跟家里 串通口供呢 根据政府规定 结案以前 是不许接见家属的 什么时候能见家属 一切都看你自己的态度了 再提醒你一句 政府的容忍 是有一定限度的 再给你三天时间 把你自传中 没有写到的历史事件 都补充出来 争取早日结案 早日见到你的家属 这次提审 预审员的态度 算是最好了 接下来又提审了三次 态度 可就一次比一次凶 话也一次比一次少 双方的矛盾和距离 则越来越大 对迟不周来说 政府开展正反运动 案子成千上万 工作不可能做得那么细 出现偏差 也在所难免 只希望经过甄别 尽快宣布无罪释放 恢复工作 至于是否赔礼道歉 道不抢求 对预审员来说 手头有检举材料 迟不周明明是中统特务 却死不认罪 启发动员 耐心等待 工作已经做到了家 碰上这个花缸眼脑袋 偏不开窍 下一步怎么顺藤摸瓜 引出更多的线索来 运动期间 每个预审员所承担的案件 堆积如山 天天开夜车也看不过来 工作可以说够辛苦的 作为一块硬骨头 只能留待最后来啃 所以 前后一共审问了五次 最后一次甚至说出你什么都不承认 叫我怎么结案这样的话来 好像一旦抓进了监狱 就一定有罪 他来审问 就不可能无罪释放 就必须判刑 才能结案似的 他攻不下池不周这个顽固堡垒 只好把他的案子挂了起来 先攻那好攻的 暂时不提审他了 六 不是刑罚 胜似刑罚 解放初期 政法部门 至少是上海政法部门的审判员 不打犯人 这是基本上可以肯定的 因为1952年 上海市法院筹备成立 我本人就在法院系统工作 经常出入于提兰桥监狱 和各区公安分局 可以证明 但是各分局拘留所里 有一宗不是刑罚的刑罚 比什么刑罚都厉害 那就是饿肚子 饿肚子可分两种 一种是饿上三顿五顿 或三天五天 饿得头晕眼花 四肢无力 那只是一时的难受 饿过去了 有饭吃了 也就没事了 另一种是亏 说起来是天天有饭吃 但顿顿吃不饱 时间一长 先消瘦 后腹肿 眼睛发黑 心里发慌 腿抬不起来 路也走不动 吃什么都是甜的 特别想吃盐 而吃多了盐 又最容易得腹肿 那个难受劲 好比炖刀子杀人 拘留所里 每天一顿粥 一顿饭 不过半斤里的定量 又没有水 对一个七尺男来说 一天两天 甚或十天半个月 都还好扛 接连几个月过这 掉命的日子 不死也不活 这刑罚 确实不好受 许多江阳大盗 灌匪 窃贼 鞭子 占凉水 抽都不害怕 却最怕这种 人道主义的刑罚 在拘留所里 关的时间一长 什么大案 小案 陈年老案 全都交代出来 目的只有一个 早日结案 好转到监狱 或劳改大队 去天天吃饱饭 相对而言 提兰桥监狱的犯人 可比拘留所里的犯人 强多了 尽管伙食很差 每天六七两糙米饭 还是有的 石不周是个文弱书生 对于食物的摄取量 比绑大腰圆的汉子 似乎要少些 但也架不住 日积月累的 亏损持久战 对持不周来说 还有一种精神刑罚 比恶肚子更难挨 这就是 失去了妻子儿女的 任何消息 他有五个子女 除去老大 参军走了之外 靠妻子那点微薄的工资 怎么养活死的孩子 自己被捕以后 政府怎样对待妻子 是否也在用变相的刑罚 在威逼利诱他 坦白从宽 检举立功 骨肉至轻 牵肠挂肚 真是肝肠寸断 难舍难分啊 三个月下来 由于营养不良 和精神崩溃 他受得脱了人形了 这时候 老犯人大都结案了 后来的犯人也结案了 与迟不周同时被捕的人中 很大一批 已经拉出去枪毙了 这消息 是在报纸 广播上都公布了的 迟不周看不见报纸 也没人告诉他 当然不知道 最后 连留在监狱里 当活字典的号头都结案了 迟不周虽然已经变成了老号 可他缺乏活字典的那一套处事哲学 不会逢阴看守 也不会安排处理号里的日常事物 因此 不能提升为号头 只能继续挂着 这在监狱里 也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名称 叫做流犯 2433号犯人和号头离开监房之前 也曾经恳切地劝过迟不周 做人不能太认真了 胳膊拧不过大腿去 政府把你抓来 表面上是没有原告 实际上 政府就是原告 你想和政府较劲 能有你的好果子吃 即便政府抓错了 能在你面前承认吗 共产党宣扬的是自己一贯正确 从来不错 能从你这里开立承认自己有错吗 你硬顶着不承认 最终只能死在牢房里 死亡报告上 填的依旧是反革命 有什么用处 未经之计 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 政府叫你承认什么 你就承认什么 第一先争取 离开这死不了也活不了的牢房 到牢改大队去吃顿饱饭 然后再慢慢想办法翻案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啊 老爹 迟不周也确实认真考虑过好头的话 但是考虑的结果是 宁可死在这里 也绝不自己给自己脑袋上扣屎盆子 他是了铁骨铮铮的硬汉子 生平最恨的就是特务 如今偏偏要他承认自己是特务 这口窝囊气怎么咽得下 这期间 玉方因为他的案子迟迟不能了结 给他转了肩房 而且从此以后 每隔一两个月 就转换一次肩房 转肩以后 基本上保持五人一事 只是长期不洗衣服不洗澡 身上长满了狮子 每天只好以猪狮子 作为消遣 监狱里就有个很大的澡堂子 但是据说 也只有判了刑的人 才有资格入狱 未决犯 是没有洗澡的权利的 第一次转换肩房 迟不周和一个叫朱恒义的同官一间 他是胡宗南的外甥 曾在舅舅手下 当过几年少将机要秘书 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 他脱离军队 去了香港 解放初期 上海与香港之间的来往 还很方便 他见香港的老板们 照常到上海来做生意 也于1950年底 堂而皇之地回到上海 打算从事进出口贸易 按照他的看法 我已经器官从商 不再与国民党 胡宗南坐一条船了 共产党 难道还会拿我当敌人看待吗 所以他一到上海以后 就坦然地住进了高级饭店 大摇大摆地进进出出 毫无顾忌地与这个会面 跟那个约见 三天两头请客吃饭 到了1951年初 有一天 他西装革履的 刚从旅馆的电梯里出来 三四个便衣一拥而上 说是有点事情 请他去谈谈 这一请 就把他请到监狱里来了 这事发生在四 二七大大部以前 当时监狱里犯人不多 他一个人关一间牢房 四 二七之后 他的牢房里 当然也有过杀丁鱼罐头的场面 池布周第一次转换监房 跟他关在一起 他见池布周文质彬彬 主动上前搭讪 一亮底牌 彼此都是少将 于是臭味相投 一拍即合 躲开狱卒的监视 几乎无话不谈 两个月以后 第二次转换监房 就不知他下落了 直到一九六三年以后 在上海与他再次相逢 才知道他判刑以后 被送到新疆劳改 释放以后 得到胡宗南旧部 齐一将领陶智越的庇护 有了工作 到上海来洽谈一笔生意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 是否遭到更大的冲击 就不知道了 有一个问题 常常萦绕在池布周的心头 这一次四二七大逮捕 自己的朋友 究竟有多少人抓进来了 来到监狱以后 从老犯人的口中 他得知 只有案情重大的人 才关押在提兰桥监狱 一般的小案子 大都关押在分局拘留所 上海市有那么多区 究竟有多少人关在分局 那是无法估计的 提兰桥监狱 按正常容量 可以关押一万人 如今大大超原 按超原一倍计 也有两万人 但是也不一定 因为别的监房 是不是都像他的监房 那么拥挤 可不尽然 在每三四天一次的放风中 他经常看见一些外国神父 他们身穿黑色长袍 头发梳得近光 脸色红润 精神饱满 可以判定 绝不会是五个人一间牢房 也不会是一天只吃六七两粮似的 再打一个折扣 就算关押了一万五千人吧 在八九座大楼中 一间牢房只关五个人 除了放风时间之外 又不需走动 怎么可能知道 别的监房里关的是什么人呢 监狱里为了避免犯人 因为活动量太少 而引发肌肉萎缩症 都有放风的制度 按道理说 放风应该每天两次 每次半小时 由于提兰桥监狱关押的犯人太多 尽管有一个相当大的广场 但能够提供的活动场所 相对而言之仍太小 所以 这里一般只能每三四天放风一次 每次不过一刻多钟 未便于管理 放风大都以通道为单位进行 因此 放风的时候 所能遇见的人 也老是那几个 至少是每换一次监房 总是那几个 要想在这百分率极低的部分犯人中 碰见熟人 概率必然是很低的 但就在这样的概率下 迟不周 居然也碰见了一个熟人 每次放风 犯人们排成队 在楼房之间的空地上 一圈一圈慢慢地走 也可以伸展伸展胳膊 但绝不许说话 更不许焦头接耳 甚至眼睛都不许挟视 不然 旁边的武装看守 就要过来训斥 严重者立刻拉了出去 有一次放风 迟不周忽然发现 旁边一队正在转圈的犯人中 有一个熟人 当然 对方也发现了他 两人都感到惊讶不已 但是既不能说话 更不能打招呼 只好装作不认识的模样 脸上毫无表情地互相注视 以此来传递感情 表示问候 这个人 姓虚名日新 也是东京时代的老友 他毕业于东京工业大学 精通内源基 1941年 池不周介绍他到 国际问题研究所当顾问 1943年 池不周出任军委会 议店人员训练班主任 曾聘请虚日新 当电磁学的上校教官 抗战胜利后 虚日新出任上海市政府印刷厂经理 解放后留用 仍任经理 按说他是个技术人才 与政治无关 是因为什么被捕 当时是无法打听的 后来才知道 他因冤案被判刑十年 在劳改中 因解决了许多机械上的疑难问题 得到提前释放 靠教书维持生活 直到1983年初 才平反昭雪 时间又过去了三个月 迟不周觉得这样活着 实在没有意思 几次想到自杀 却又顾虑重重起来 我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 在妻子面前怎样交代 他是不是会以为 我真是中统特务 以为我一直来都瞒着他 反过来说 他现在究竟怎样了 是活着 还是经受不住压力自杀了 如果他真的掀我而去 孩子们是不是流离失所了 这样一想 生死倒在其次 最强烈的愿望 倒是要与妻子儿女 见最后一面了 1952年1月25日 已经四五个月 没有提审的案子 突然又提审了 还是那间预审室 还是那个年轻的苏北预审员 和那个从来不说一句话的 女书记员 他们见到池布州 那形容枯稿的样子 都大吃一惊 女书记员不由地脱口而出 你死不认罪 自己糟蹋自己 你就不想想你 还有妻子儿女吗 预审员脸上凝霜 冷冰冰地说 他们这种人 不见棺材 是不会落泪的 今天的戏 是另一种唱法 预审员并不问什么 而是与书记员一起站立起来 命令池布州也站立起来 从档案代理取出一张 概有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大印的军办密 52米 二字第10662号决定书 然后严肃地宣读 被告人池布州 应参加军统局特务组织 担任调查员 并参与破译日军密电码 解放后又拒绝登记 等罪行 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罪 鉴于被告人抗战初期 出于爱国热情 回国抗日 属于误入歧途 因此特与宽大处理 判处有期徒刑12年 池布州大声抗议 但是预审员没有理睬他 示意武装看守 把他押回牢房 那年月 大陆还没有正常的司法程序 由军管会判的刑 但有军法的性质 是不许不服的 不服就是不认罪 也是加刑的依据 在上海 上海军管会 就是最高权力机关 既没有上诉的先例 也没有上诉的地方